我是清晨中医王菲 下面我介绍一种常见的一种症状 多汗症 很多疾病都可以引起多汗 那么中医把多汗症分为两种症型 一个是自汗 一个是倒汗 自汗的症状特征是白天除汗 或睡醒出汗 倒汗的症状是晚上睡着了出汗 自汗中医是怎么治疗的呢 中医把自汗称为气虚则治汗 那么方济用黄芪三十克 五味子十克 白株十五克 肝炒十克来加减治疗 中医症一须一格倒汗 淑地十克 生地十五克 麻黄肝二十克 黄莲十克来加减治疗 也有良好的效果